326的班级查班级成绩查询 那这一题做出来 到底对 这个做法大概怎么样来看一下基本上我们也是分两个然后你打开这个档案之后的话 第一个讯词 也许你等一下再复制一个VBA反正两种方法一个是用那个ECEL里面的公式 一个是用那个VBA两种方法完成那首先我们来demo一下 那其实这个范例应该蛮好了解的 就是说第1个左边的部分是资料来源右边的部分是我们要展示的结果 那也许这左边右边可以是放在不同工作表其实大部分应该放不同工作表 左边是放一个资料来源那里面就放什么 比如说一班二班三班前面班级 那我们将来怎么用就是说这个地方只要点击班级的话有个下拉清单 那下拉清单点击比如一班点二班的话呢他会把二班的资料帮我带过来 三班就把三班的资料带过来 有没有一班 OK 那其实这个可以用在什么地方上面 其实比如说 你可能会有12个月份的 资料 那你要把它每个月份也许1到12月这个就月份 你可以按照月份 或者按照姓名 或者按照反正你要的一个分类 那当然前提是你可能会有一个分类 这边是有重复的啦 有没有 就一定会 可是这边一定是不会从这边清单里面就是不重复的 总共123班 那只要点某一班他就帮你把那个班级的资料 放到下方 所以特别说下方里面就是放什么 放除了班级以外的 B栏到E栏的资料 有没有 当帮我找到了这个班级是一样的 再帮我把它放到这边来 那这个部分的话 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 那其实基本上 大概的流程这边会用到总共有四个函数 那四个函数 基本上各位可以参考一下云端白板 if 这个应该用过 small 这好像前面没用过 不过 他在统计的函数里面 统计类里面 主要顾名思义 small 最小的 对不对 但另外他有一个是large 不过呢 small 特别注意 你必须第一个给一个范围 第二个给第几小 有没有 第一小第二 就是他的小的还有分顺序 ok 可以是 比如说你这边里面总共有11列 11列里面呢 你可以1到11 他甚至其实可以有点像排序的作用 有小到大 那其实我们这边主要也是有小班 排到大 你可以看到下面 因为如果有找到一般的话 那我会显示出他在哪一列 哪一列 那如果不在那里面的话 那就显示 n n这个是我们自己定义的 所以到时候当然这个是 没有放在一起 所以如果我希望呢 这个用先用以符先判断完 那再来做一个什么 那再来做一个排列 排序把小的 排在上面 大的排在下面 大的指的是 比如说他是先数字 再英文的话 那n就排在下面 ok 然后呢 这些东西其实做什么呢 其实就再来就是利用index 因为主要我已经知道他在哪一列 那我势必就可以透过index index前面有用过 去抓那个范围里面的第几列第几栏 然后再把资料抓到这边来 ok index的作用是你已经知道他的位哪一列了 然后再知道他哪一栏了 ok 哪一栏其实也是很简单嘛 g栏他现在在第7 对不对 然后可是我要抓的是b栏 那相差多少 相差5嘛 所以减5就好了 向右因为刚好 有没有 5这个5 相差5嘛 7 8 9 10 对不对 刚好2 3 4 5 没减5就刚刚好位置 所以 列跟 蓝都有了 那你将来当然可以向右向下 就可以一次完了 不过我这边可能比较麻烦一点就是small 你要比较的 不是 单一列 而是 全部的资料 包含就是这整个里面 我们要跟他全部的范围里面去做比较 所以这里面的话呢 会需要一个正列的概念 就大瓜糊 但是执行大瓜糊 你不能自己打大瓜糊 一定要ctrl shift加enter 就刚刚有讲过 最后呢 可能会产生有错误 所以把错误给过滤掉 因为 像你 排顺序列 列的部分是比如说 1到11 中间有n 可是问题 你给n的时候 index一定会出错 为什么 因为没有那个 列 的 值一定要是数字 可是你给他一个英文 他讲 我要一个数字 结果你给我个n 什么 所以他一定会产生错误 产生错误怎么办呢 你势必就要把他过滤掉 所以前面 这四个 只有 第2个没讲过 其他都讲过 再来就是多一个正列的概念 OK 所以如果你要demo 你要做试试看的话 反正我就 12 3 4 这是最后答案 可是特别注意 这个大瓜糊 是用ctrl shift 产生的 那其实为了要给各位方便 知道说结果 所以你可以 先自己试试看 这个是最后的结果 如果说你想要试试看最后结果的话 可以把这个范围的资料 Delete掉 如果你要试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范围不包含 按大瓜糊 ctrl c 然后呢 切到这边来之后 把公式贴上来 可是贴上之后呢 他没有大瓜糊 你千万不要 自己在这边打大瓜糊 有没有 这样自己打大瓜糊是不行的 你之前真的有同学按enter 奇怪 是为什么变这样 我就讲 没仔细听 OK 记得不是自己打了 而且好像还有同学找不到大瓜糊的那个 键盘位置在哪里 所以你也不用找了 记得就是 输入完之后 一般我们习惯打勾 请你记得 游标一样放里面 但是你不是打勾 请你把打勾动作改成 先按 Ctrl Shift 先按住 再按Enter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他会自动帮你产生 这大瓜糊 OK 意思是说里面 只要是有范围的部分 他就会帮你全部跑完 那你把按右 向右 再向下 全部跑完了 OK 然后呢 班级可不可以动 可以动 这个就是答案 但是这个答案 我现在 不可能说叫你从头打到尾 你可能看半天 这什么东西 所以 我们一样拆解 总共分成四个步骤 先if 再small 再index 再ifl 最后才是我们最后的结果 只是说因为我要让各位先体验一下 什么叫正列 所以 答案记得在这边 记得大瓜糊先不要复制到 OK 然后把它贴上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 先if 再small index ifl OK完成 完成之后当然 除了用这个方法之外 你还可以考虑用什么 用VBA 比如说你选了一个班级按VBA 他也可以 逻辑上基本上都一样 只是说要把它改写成VBA怎么写 反正你前面会 后面如果也会那最好 那不过你会发现 反而有时候这个地方 用VBA可能甚至变得比较简单一点点 为什么因为这么一串 叫你自己用公式打出来 可能反而没有VBA来的 来的好理解 我马上你慢慢再了解 这个部分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一题的难度其实 就是真的还蛮高的 但是 非常的好用 我想你们工作里面应该有类似的资料 而且你回去可以再 把它试试看 试试看 这个怎么做出来的 如果可以你把 这个范例套用在你工作里面 多做个几次之后 我想你应该已经会非常的熟练了 你闭着眼睛都会了 其实 工作里面我想蛮多类似像这样一个总表 那你需要把它分开来 分开在哪里 分开在 旁就是一个一个表格 我想这例子还蛮多的 随便找应该都有 OK工作里面 所以你 套用 多套个几次 也许你慢慢就熟悉 试试看 先了解一下题目 哦 你